台南有博物館赤資超過三千萬元 從英國引進年度拓展時代的臉孔 最終伊麗莎白二世的立體搜尚令人驚艷 這是由上萬張照片合成的3D立體搜尚 如今隨著英國女王的磁飾 作品成為了全場焦點 博物館前島區英魯眼連視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肖像 從不同角度觀賞 女王的眼睛彷彿也在凝視著你 是女王的第一張全像攝影 經過藝術家經過兩次的 讓女王兩次的擺拍 以超過一萬張的影像 所製作的3D立體影像 女王頭上戴的王冠更是大有來頭 王冠是她在1953年 加冕典禮結束之後遊行時所戴的王冠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位70年 此事後全世界緬懷 不少人來看展都是衝著她而來 傳奇的人物 讓她認識一下這個女王的一生 另外展區內這款 亦有女王肖像的包賣到缺貨 第一批的話是限量200個 目前的話都已經銷售完畢 而這位生技公司董事長 剛好也搜藏一整套英國在2006年 發行的 伊麗莎白二世80歲大售紀念幣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開放參觀 如果說我們要收到這個2006年 80塊的學生可能有得收到 這剛才不一定會收到 前逼正面是女王的肖像 從2009年到2014年都有 戴的王冠款式也不盡相同 這是土魯瓦政府授權台灣銀行 鑄造的鍍金板生肖銀幣 伊麗莎白二世陸續展出 民眾邊看展邊能瞭解 已故英國女王傳奇的一生 記者楊華談論報導